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知道吗 这么现代的武器竟然和宋朝的开国皇帝赵矿印也有关系 现在我们好多人一听这个就难以想象 据传说 双截棍的创始人就是赵矿印 那么赵矿印最原来他的兵器 这都是传说 是奇梅棍 以老和尚送给他的 可惜那奇梅棍在战场上被敌人砍为两截 后来赵矿印就受了启发了 就像铁匠把这两截断了的棍子 接一块 用这种链子连一块 因此 这就成为双截棍的前身 当时叫盘龙棍 就这样产生了 有的朋友也可能要问 那盘龙棍的实战功能到底怎么样 说句实话 战场上刀剑绝对都不长眼 你没有这种所向披靡的勇气 没有这种惊人的武艺 你赵矿印能打天下吗 所以说 这一人一棍 他得默契配合 也让我们赵矿印排进了中国历史上 最能打的皇帝 我觉得能牵三甲 那么使棍的赵矿印 他在战场上呼喊往来 那么这个人经历过多少大战呢 哪一场战役 对他的前途起到决定作用呢 当真正在战场上 我们对赵矿印敌众我寡 当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就怎么能挺过来的呢 咱们稍后再表 实际上 我刚才说的那点 有一些拼书的演绎 真正历史上赵矿印使的兵器 绝对不是什么盘龙棍 也不是双截棍 就跟真正历史上 项羽使的绝对不是青龙艳艳刀 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期节目 最后都要送给观众一个彩蛋 附送您 就不知道的宋朝的小知识 朋友们 如果有特别想知道的历史内容 实际上也可以发弹幕 告诉美老师 咱们挨个聊 挨个解析 五代乱世 赵怀燕他爸爸叫赵洪因这个人 他受当时的有个大军阀 所谓的赵王王荣 他的指派 率领五百铁骑 持缘后庄唐宗李存旭 这个人一战成名 扬名立万 因此赵洪因就被李存旭 就提升为禁卫军军官 在此之后 我们想五代夺乱 树姓皇帝 你方登吧 我要登场了 赵洪因 他仗势他自己有马有枪 而且这个人就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的过程当中被清洗掉 这个人官还越做越大 就是赵洪因他爸 那么到了后周显德年间 赵洪因他爸爸赵洪因已经当什么呢 剪教司徒 天水陷南 难绝了 所以说他的儿子赵洪因也和他爸爸一样 这个时候在军中 那么就老赵负责掌管进兵 小赵也是禁卫军的士兵骨干 不过赵洪因在盛年之际就忽然抱病而死了 估计是喝酒脑溢血什么的 他死后还被授予五清君节度使 太尉这样的死后荣贤 由此可见 其实后来的史臣编造那些赵洪因 他以上的赵家术士族 当过什么县世纪业文官这些历史 都是编的 五代乱世纷纭 英雄莫问出处 你只要有力气大 脑子活 命好 能上马轮刀使大枪 封王封侯呢 实际上还挺容易 那么赵洪因常年生长军中 他不仅一个人一刀一枪博得功名 也代携他的儿子辈 在当时这种改朝换代的大环境当中 逐步成长 所以说这些人呢 都是士兵啊 军校当中佼佼者 最关键的赵邝毅 他后来改名赵光毅了 这哥俩自幼他就在禁军中长大 禁卫军我们都知道是守护工程 首都 这个警卫任务的这样的一个军队 和电视里我们平常所看的禁军御灵军 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赵邝毅呢 你想在军中 又是叔叔又是大爷 又是这些哥们们 这些情谊深厚 因此这些人就成为他日后陈敲兵辩中最有力的人缘基础 赵邝毅呢 是赵红银的第二个儿子 生于洛阳加马营 他的生母是杜氏 不必须说啊 史书上一讲 真龙诞生 自然是什么赤光绕世 异乡经久不散 你想就连这个娃娃 心生儿黄胆 也会被史家 绘生绘色的描述为 体有金色 三日不变 等日后赵狂彦得了天下 他老妈这个时候一拍大腿一想 哎呦 我儿子当年浑身黄不拉击的 当然实际上心生儿黄胆 啊 这是金龙 金龙转世投胎 青少年时代呢 赵狂彦还有两件事情 让当时人呢 就觉得 称赞 觉得这个事是个奇怪的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曾身骑一匹马 顽劣的劣马 也没有鞍子 也没有这个脚凳 急迟啊 在那个城上 那个邪道上跑 原文是什么呢 额处门楣坠地 人以为赵狂彦手臂碎 起料那小伙子 拍沸身上土 一跃而起 毫发无伤 第二件事呢 就和他战友在房子里赌钱 忽然听到外面有两只鸟来叫 赵狂彦估计当时想吃这个考家桥了 刚一出门 房子忽然倒塌 这两件传奇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实际上也稀松平藏 骑马 头碰门楣 可能就是武将头盔上那个铁尖 挡住了 让这赵狂彦跌落余地 否则呢 你说他再神 再是皇帝 再是金龙转世 逃破物理定律啊 肯定是撞头破血流 死了 脑僵估计都出来了 至于第二件 人刚出屋 把这墙就塌了 属于小概略事件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稀奇 毕竟那个时候房子 也不是像现在 地震 钢筋水泥哗啦一塌来 这人就肯定要死 也谈不上什么 上天神著 无论如何啊 这人要出了名 成了名 什么事都可以拼空附会 更何况我们赵狂彦 是等于是 你想三百多年啊 南宋北宋啊 开国基业 这样的一个君王 赵狂彦到底有多幸运呢 那么他在青年时代 也属于是英雄逢时 就赶上五代最后 两位英明君主在位 那就是后洲的开国君主 郭威和他的继位者 周世忠柴荣 赵狂彦呢 就有幸 跟从这两个皇帝 东征西逃 德显威名 你想 有开国皇帝 啊 这爷俩带着 你赵狂彦想混得差 他都不行 那么赵狂彦有机会 在郭威手下干事呢 实际上就是 他帝王之路的幸运开始 郭威我们知道 他是五代十国 后洲的开国之君 赵狂彦呢 是北宋的开国之君 所以当初 这两个开国之君的见面 绝对算是双龙会 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人还都没开国 郭威是怎么起家的呢 最初郭威正在给五代 倒数第二个朝代的后汉皇帝打工 后汉开国皇帝 刘之远 当然特赏识郭威 就任命郭威为疏密副使 等于就让他掌握了 进军的实际权力 可惜呢 这位老刘 刘之远 当然皇帝没多久是病死了 他死之后呢 他不争气的儿子 汉隐帝刘成佑就继位了 我们一听 汉隐帝 隐这个嗜号一听就知道 这个皇帝结局肯定不好 那么这个人不争气到什么地步呢 以至于这个后汉在历史上只存在不到四年就结束了 还就成为五代世国里维持世间最短的政权 到底为什么呢 说白了 刘成佑的不争气就在于 这哥们完美避开了 所有作为一位和国皇帝应有的基本素养 这一切呢 都得从他和郭威的渊源说起 刚开始刘成佑 记了地位之后 对这郭威 郭大也还不错 就封这位老臣做书密使 还给他加个弦 什么呢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这个弦呢 就是宰相啊 又管文士 书密使官武士 我们想一想 要是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要是书密使 文武啊 双拳 五代时期 我们要知道书密使的官职呢 实际上比宰相略低的 他掌握军权的 宰相的实权一般是被剥夺的 但是郭威这个人呢 同时担任这两个职位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大臣当中 少之又少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郭威这个人啊 确实是才兼文武 真宰相 而后呢 郭威率领 后汉军队北伐 大败契丹军队 立下齐功 起料呢 功高震竹 汉隐帝也不仅不赶进郭威 还对他起了杀心 更过分的是 这位年轻皇帝 还把在京城的郭威的儿子什么的 都先杀掉了 把人全族都给毁掉了 由此呢 郭威是愤而起兵 最终率领军队 把后汉 这位隐帝给杀了 由此建立了后州 郭威就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说你说 这刘承佑当时怎么想的呢 你说你手上 这个大军 在郭威手里 你还不好好地装孙子 对这位大臣极尽笼络 他最后偏偏还以极端的方式 还跟郭威叫板 他真以为皇帝这两字 就能压倒一切了 当然了 刘承佑呢 有可能在开始 并不想杀这郭威他的家人 而是想呢 把那些他的家人呢 当为人质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位年轻皇帝啊 这心性太不宝了 当时有几个奸臣忌惮这个郭威 所以说一旦奸臣忌惮权臣 这就要出大事了 所以那几个人呢 想方事把他挑不离间 这些人才不管这个国家是否被 因此被削弱什么的 跟他没关系 就是想把郭威给弄死 所以呢 领导还真不好当 尤其皇帝这个职位 好多人我们觉得 职位越高 工作越轻松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换句话说呢 登高一跌重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还登得更高 摔得更狠 尤其是古代封建王朝 你当了皇帝 你也得小心 那么后汉引帝被杀之后呢 郭威就没有直接上位当皇帝 这就非常巧妙了 他先让当时后汉的太后 在名义上掌权 太后也他傀儡 一个幌子 然后他立了一个后汉宗室 也就是当时任徐州刺史刘云 做皇帝 然后他自己假装要出城带兵北伐 北伐途中 他手下的将士 弄了一面黄旗给他披上 当时这戏份 和后来赵狂彦差不多 只不过郭威加身 不是黄袍 而是黄旗 接下来呢 郭威就让人 把先前准备他自己福利的 那傀儡皇帝 那个后汉宗室刘云就被杀了 刘云当时他的父亲刘崇 是后汉高祖刘志远的弟弟 当时他在哪呢 他在这个山西地带 当河东节度使 太原隐 河东就是山西了 今天的山西啊 因为山西在黄河以东嘛 本来约自己儿子 要被推举为皇帝啊 现在一听说被郭威杀了 于是 这位老刘 就割据河东十二州 他也称帝了 但是他没有啊 用新的年号 还是沿用后汉的前幼年号 史称北汉 那么北汉作为后汉的延续呢 实际上这个北汉记住了啊 不是五代了 他就是十国中的一个小国了 他就得势必站在后座的对立面 那么从北汉他这个小国的角度来看 那后座呢 绝对是一群乱臣贼子 由此呢 这位老刘和老郭 这两个人就有仇恨啊 不仅要灭国之恨 还有杀子之仇 那么刘崇 将来会找郭威报仇吗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啊 当时就厚瀚引帝刘成佑 一念之差 江山一主了 郭威呢 人家黄旗加身 当了皇帝了 赵邝印当时作为一个大头兵 有幸全程见证和参与 由此呢 这位当时的小赵 一边仔细观察 一边仔细揣摩 从这个老头郭威的一举一动 就知道如何收买人心 如何抓住机遇 知道如何名正言顺 按部就班 这样夺起国权 所以呢 郭威这场帝王大戏 实际上以为后来赵邝印做了一次彩排 不过呢 当时的赵邝印呢 不过是一个小龙套 那么过了千年 他才真正成为男主角 也恰恰是亲身参与了郭威的帝王大戏 赵邝印才有机会从普通大头兵 就升为军官了 我们要知道 人生的机会都是一环套一环 赵邝印当了禁卫军军官 才有机会揭持财荣 财荣这个人是郭威的内侄 也就是郭威的养子了 我们上面说过 郭威在夺权过程当中汉隐帝 刘承右把郭威在京城开封当时的家属全都杀了 杀的郭威就成为绝活了 那么后来郭威当了皇帝 他只能把原配妻子柴氏的侄子柴荣 收为自己的养子做继承人来培养 当然在这改柴为周了 也就叫周荣了 当后来柴荣自己当了皇帝了 这个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周世宗 郭威是后周太祖 柴荣就是后周世宗 认识柴荣这个大贵人之后 赵邝印的命运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发生了变化 柴荣这个人特别欣赏赵邝印 你看郭威当了三天皇帝就病死了 他死之后地位就传给了他的养子 也就是他的内侄柴荣 柴荣当时做储君的时候 就特别看中赵邝印 就把赵邝印从华州副指挥室之位上 调到京城开封做进军军官 所以说好的机遇 有时候让一个人在短短几年 就能完成一生中的历史性转折 我们看赵邝印从华州副指挥室 这么一个地方军官 忽然调到京城 做这个太子开封隐 柴荣手下的马之军使 然后就再调到中央军军做高官 由此呢 当年赵邝印他爹 赵邝印走了四十年的长路 人家这个赵邝印几年就完成了 位置越高责任越大 那么身居要位的赵邝印 他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和局面呢 这里呢 就不得不提一场重大战役 柴荣刚刚计计计一个月 北汉的国主刘崇就和契丹联军入侵 柴荣这时候没选择 只能迎战 也恰恰是这场高贫之战 就奠定了赵邝印的一生的基业 高贫之战爆发之前 后桌大臣当时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亲征 柴荣和他手下的少装万将领的 也都主战 他本人也确实要亲征 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在五代做了四代高官的老陈冯道 他坚决不主张出兵 更不赞成皇帝亲征 但柴荣呢 你想新上位的皇帝 自然想通过亲征 控制朝廷禁军 控制整个的这个全国的军队 还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为了打仗顺利呢 他就提拔了赵邝印 张永德 这些青年禁卫军军官 赵邝印我们就不用说了 张永德是谁呢 张永德还是后州太祖郭威的女婿 高平之战呢发生在山西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高平市 当时呢 柴荣就把军队飞为左陆军 右陆军和中军三部 起料呢 后州军队 刚和北汉军队一交手 这右陆军统帅啊 带领骑兵就跑了 剩下那些几千步兵也都降了 后州的右陆军等于完全崩盘了 这什么操作呢 右陆军一崩盘 当时处在中路的柴荣就非常危险了 关键时刻 赵邝印当时他就对张永德就说了 主威如此 皇帝如此危急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死拼 那就太危险了 因此呢 赵邝印和张永德当时舍生忘死 各自带领他们手下的兵士两千人 从左右两路包抄北汉军队 赵邝印更是一马当先 锐不可当 一下就把北汉军队打得大败 最终的北汉的国主 就所谓的他皇帝刘崇 拍马狂逃 契丹军队当时呢 也是不战而退 紧接下来 周世忠得礼不谣人啊 得势不谣人啊 继续带他领军队 成胜追击 获取大胜 所以说高平之战 是赵邝印起下的最关键离战 这场战役得胜之后呢 周世忠柴荣马上下招 把右路军逃跑两个将领 和他们手下七十多个 这些将领全部抓起来 一律斩首 而后呢 他就马上提升赵邝印 有功啊 让他负责啊 进军啊 这个全方位的这个训练 成为正方位的将领 赵邝印 你想接到皇帝的招书 诶 整训军马 等于是历史上给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由此呢 他就任命了一大批中下级军官 他自己有权力了 得建立起他自己的派系 就等于在当时候周的进军当中呢 打下了他自己坚实的人脉基础 日后 陈桥兵变 当时 一批所谓闹事的中下级军官 实际上都是先前赵邝印 任命啊 提拔的人 所以说呢 这些人是肯定会服从 他的命令的 肯定是呢 这些人最终拥护他 黄袍加身 那么在整训军队之后呢 周世忠柴荣 检阅建卫军部队 一看军中 风貌大变 虎狼之师 已经成行了 由此他对赵邝印 是更加满意 我们要知道 周世忠柴荣是五代 十七一代民军 可惜呢 这个人天不价年 死得太早 后来他死后不到半年 赵邝印就通过陈桥兵变 等于把后洲国家给撞了 在周世忠柴荣活着时候呢 这个人啊 雄才大略 高平大战柴荣 大败北汉和弃弹军队之后呢 他下一个目标 就是统一全国 而恰恰是在接下来的 这个后洲统一之战当中呢 赵邝印是又立了他战功 周世忠柴荣啊 活着时候 特别欣赏文臣 这个王浦提出的一个平边策 王浦呢 当时他的官是比布郎中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当时的这个 我们这大洲统一天下 应该采取五个步骤 第一步攻占长江以北 第二步夺取长江以南 第三步拿下后蜀所占领的蜀地 第四步解决北边的契丹问题 最后一步就解决北汉 这个和契丹结盟的傀儡小国 那么王浦所上的这个书 所上的这个策 叫平边策嘛 实际上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 先南后北 就是说啊 周勺 大洲 后洲 要打先打南方 后打北方 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不先攻打北方呢 因为北方当时有草原强国契丹 你要想讨伐契丹 你肯定要先稳固自己的后方 统一了长江以北土地之后呢 这个后洲就可以借着长江天险 防备南方剩余那些小国 后蜀呢 非常复数 拿下这后蜀之后呢 就为攻打契丹 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简而言之呢 就在出击之前 打北方之前 需要保护好自己 当时后洲南边 就是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属于十国当中 最大的一个国家 叫南唐 对 也就是文学史上大名鼎鼎 李后主李玉 他们家 他们家所在的国家 南唐呢 当时和后洲的所谓的国境线 有两千多里长 所以南唐军队对后洲的进攻 是防不胜防 于是呢 后洲适中 就在显得二年十一月 柴荣啊 就正式发动对南唐战争 当时后洲大军势如破竹 一直就打到淮南的寿州 要今天安徽的寿县了 寿州是南唐 在淮河流域一个军事重镇 这地是自古以来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唐那小国呢 是当时五代十国当中 名气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它一共有三代国军 开国之军叫李汴 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时候呢 当时那国军的叫李景 当然南唐最有名的国军还应该是他的亡国之军 李玉 这个时候还没上位 周世宗柴荣攻打南唐的过程当中呢 造邝燕他是作为禁卫军高级军将 这个时候又立下打工 接连取得几个大胜仗 特别是郭口大劫 什么清流关大劫 楚州大劫 几场大仗打下来之后呢 最终打南唐宗主 李景心腹搞胡 想要对周世宗求和 于是他就派出 使者就说了 我要把淮河流域六个州送给陛下 当时南唐在淮河流域 实际上一共只有十四个州 李景这个时候呢 准备拿出六个州 送给周世宗柴荣 当时你想 自己手下有赵康燕这样能打的虎将 柴荣还不答应 继续命令军队进攻 南唐这个皇帝 这个南唐宗主 李景一看柴荣得春尽尺啊 也挠了 就派他自己的弟弟做元帅 带领大军 又过来重打 你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但柴荣会怕吗 当然不会了 手下有赵邝燕 这样的虎狼之将 由此一来呢 作为先头主力部队统帅的赵邝燕 实际上他的压力就大 因为当时敌众我寡 南唐的军队 真的比这个周军要多呀 但赵邝燕这个人呢 毕竟是个狠角色 他就是敢跟敌军硬碰硬 率领手下人马上以手胜度 击杀南唐军队一万多人 就取得了著名的六合大截 最终呢 等于就把南唐派来的所有援军 全部打垮 听到赵邝燕得胜消息之后呢 柴荣大喜 马上给他加官晋级 由于战功卓著 赵邝燕的官呢连升三级 这个时候赵邝燕 他的官职具体到哪个高度呢 我给大家盘点一下 先前对契丹和北汉的高平之战之后呢 赵邝燕就被柴荣 提升为进军的都与侯 这个职位 已经是后州进军的殿前司高级军官 经过这次守征南唐 柴荣又把赵邝燕 提拔为进军的都指挥使 赵邝燕 你想他到底升的是哪一级呢 哪几个级别呢 我们想想 他原先是进军都与侯 都与侯上面是副都指挥使 副都指挥使 上面是都指挥使 那么到现在 他的这个都指挥使 这个官职上面只有两个大台阶 就作为这个进军手脸 只有两个大台阶要爬了 什么两个大台阶呢 副都颠侦和都颠侦 朝廷啊 就离朝廷要兴盛 皇帝肯定要识人之名 个人想要前途呢 也得调好领导 赵邝燕 他能跟随后州开国民进的郭威 以及一代民进柴荣 南征美战 在当时就他个人 他本人就最好的忌 风云忌讳 你看两代君王 他们能有赵邝燕这样战斗力极强的猛将 也就如同手握王牌一样 一旦把这王牌一出 确实马上能立竿见影 因此好的上下级关系 确实能让双方互相成就 守征南唐立功之后 接下来赵邝燕 他如何表现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今日种草 大宋保温神器 在我们养生圈 这个保温杯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不论是烈日当头的夏天 还是寒意刺骨的冬天 雷打不动 那肯定就是打开保温杯 喝上一口的枸杞水 特别是我们这种中老年男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好称什么都有的宋朝 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一种保温神器 就类似一种保温杯 必须有 十一世纪的北宋 据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非常寒冷的一个时期 有时候连月的大雪下落春天都不停 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古人保温的措施还是有限的 那么老百姓 包括官员 包括王宫贵族 怎么能保证在十二之身之内 都能喝到热汤汤的茶水呢 这个时候 大宋朝提评人就上线了 许多反映北宋生活的话当中 都有卖茶汤的人 他们手里的瓶子 是不是就是保温瓶呢 我只能说 这个提评人确实有 但是那画里画的那些 这个所谓的保温瓶 也不见得全是 根据东京问华路记载呢 汴京至三更 方有提评卖茶者 盖都人公司严干 夜深方归也 那么这些提评人呢 他是为什么三更才出门做生意呢 就是因为下半夜 加班那些人 特别好多公务员吧 在回去的路上呢 通常会买一碗热茶暖暖身子 所以这些人的生意还挺好 不过他们手里的瓶子呢 还不是说本身就有保温功能 而是依靠什么呢 就依靠那种持续的加热 有些人呢 会把这热水瓶啊 放在这个塘边的篮子里 因为塘气本身就有隔热保温的作用 防止这个散热过快 所以这种套装的勉强 算得上是保温瓶 那么宋朝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保温产品 还真有 比如说瘟盘啊 孔明碗都是 你看听这名字 瘟盘是什么呢 它由上下两层瓷构成 上面这层瓷呢比较薄 下面这层瓷就特别厚 中空 那么在盘子两侧顶部呢 有一到两个注水孔 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像加层注入热水 这个并不是用什么碳啊 什么烧的 它就用热水啊 来加热 所以非常环保 那么它的兄弟产品呢 就是孔明碗 孔明碗呢 也是由两个碗 上下那个粘接而成 两个碗呢 中间留空 不同的是呢 上面碗的底心 有一层圆孔相通 热水 废水 从这个孔里呢 就进入家层 那么有的这两种神器呢 宋朝人 即使在大冬天 所以他们那个 尝的那个饭菜啊 也就不是说 特别容易就能冷掉 所以从刚才我们说的 哎 这几种保温的这个器具当中啊 就能显现出 宋朝人啊 他们生活这个精致 追根溯源啊 我们就能发现 真正的精致啊 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片面的 而是遍布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遍布于各种小细节当中 而且也是凝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智慧啊 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结晶 没一说中国史 说一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下次再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小细节就词